那就是他就似乎讲了 明白了啊 明白了不要乱说啊 不可以说啊 随他不讲啊 人家问他 天机不可泄露 继续住在人间 不要放 一直到去年 一月 表发圆满 他老人家走了 啊圆满是什么 是给我们灭佛人家打众 做圆满的证明 证明什么 第一个证明 其乐世界真有 不是假的 他缺乎 第二证明 阿弥陀佛是真有 也不是假的 念佛往生是四识真相 不是骗人 这是普遍跟大家做证明 那么特殊要给我们现前念佛人做证明 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基本本 是真的 不可以怀疑 第二个证明 第二个证明 基本本就是慧结本 就是黄念族老爵士的接触 有没有错误呢 没有错误 正确的 给我们做这个证明 所以才拿到 若要佛法心 唯有深赞生 这本书 这本书 红灵法死 十几年来 收集资料 编程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证明 慧结本是真心 字字句句是佛说的 没有改动一个词 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 真心 纯真 无望 练功 急注 是正确的 没有错 最后证明 我们依照这个经 依照这个诸解修行 没有错 他就走了 给了最后这个法 三天之后 那么样潇洒 自在 就走了 没有生病 没有病苦 受走就走 没有死苦 谁做得到 没有人能跟他想必 啊 他就是师弟 对他照望着 也是自在 没有病 没有病苦 没有疲苦 说走就走了 留下 全身实力 那 做钢 六年九个月 还有一些老后生 他的师兄 把钢打开 准备给他活化 入他 孤魂入他 刚打开 全身 完美 完好 没有丝毫损坏 啊 您衣服 都没损坏 这金刚 不坏身啊 啊 现在 全身 贴金 供养在 莱佛寺 入身 菩萨 啊 在世的时候 运人瞧得起他 死了之后 留下 金刚 不坏身 感动 多少人 那都是来 在这个 现前社会里头 给我们 学佛人 做个好榜样 他们在世的时候 都是苦心身 能吃戒 能吃苦 一句阿弥陀佛 越时越刻 都不离开 才有这样 殊胜的成就 我 都不离开 我 都不离开